连环画故事 朱元璋 第三集 编文 林林 绘画 陈丹旭 当朱元璋陈有亮在颇阳湖大战的时候 张世成乘机扩充地盘 南到绍兴 北到济宁 东到大海 西到淮河 都是些富庶的地方 他觉得实力充足 便自立为吴王 平时 张世成把正事都交给弟弟张世信和女婿潘元绍做主 这两个都是糊涂虫 整天吃喝嫖赌 哪有管事的功夫 他们有事都交给黄菜叶三个参蒙 这三个又都是弄全舞弊的小人 因此百姓编了一个歌 说他们丞相做事业 专靠黄菜叶 一朝西风起 干爹 那时 朱元璋已经讨平了陈有亮 听到这些消息 对部下说 我一向无疑是不关心 尚被人欺 事成一年到头不管事 哪有不败的道理 便准备集中力量 进攻张世成 至正25年10月 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和长玉春出征 进攻东吴北境淮水流域 徐达长玉春带兵20万 向淮东一路进发 准备先去淮安 后攻泰州 张世成得到这个消息 也派兵到淮安附近防守 朱元璋听说 张世成在淮安布置兵力 便写了封信给徐达 要他变更计划 丢下淮安 先攻泰州 徐达读过信 便徽军由淮安进逼泰州 围了城 泰州首将 史燕中知道朱军是胜 不敢出战 一面派人到平江 向张世成求救 一面固守成职 朱军每天在城下辱骂 击他出战 史燕中却闭门坚守 不许一人出城 一连相吃了半个月 徐达只好另想主意 派冯盛去进攻高游 削去泰州附近的无军据点 又派孙兴祖把守海安 阻击敌人援兵 徐达又和常玉春 汤河 朱亮祖等 商定了一个计策 这时 已近新年 徐达在帐下设一个大宴会 与众将高歌唱饮 庆贺新年 他们还请了一班陵人来 扎台演戏 一连热闹了七八天 史燕中接到探报 觉得朱军这般骄傲 正好瞬机破的 不必再等援兵到来 他又怕消息不确实 便换儿子使一进来 要他以投降县城为名 到朱营去打探虚实 史燕领了命令 带了祥叔来到徐达营前 请守门的士兵进去报告 那些士兵既不进去通报 也不拦阻盘问 要史燕自己进去 史燕暗暗高兴 直往营中走来 只听得锣鼓喧天 声歌悦耳 戏台前面挤满了兵士 都在聚精会神的看戏 史燕来到中军帐 也没人来查问他 徐达元帅正与重将饮酒猜拳 一个个都是醉醺醺的 史燕细看了一会儿 走到桌旁 摸出祥书头地 徐达最眼朦胧地问他是谁 史燕达说 小的是史燕中 仗下投书来的 徐达拆开信 见是祥书 灯时满面喜色 便问史燕 你主帅几时来祥 史燕说 明日就来 徐达立刻传命令下去说 泰州一祥 正该大大庆贺 明天要增添十桌酒席 接待泰州首将 史燕待了一会儿 告辞出来 回到泰州把情况 对史燕中说了 史燕中大喜 当下调兵遣将 准备结寨 这天是正月初期 到了一更左右 史燕中领兵两万 从南门出来 直奔徐达大营 史燕中悄悄地 掩入朱营 只见中军帐中 徐达正扶在桌上睡觉 史燕中大喜 一声号令 兵将们直向中军帐冲去 那只冲到帐前 一个个跌入四帐深的土坑里 这里面都是钉的铁钉 掉进去就别想活灭 史燕中定睛一看 浮在桌上的原来是一个草人 史燕中知道上当了 回马逃走 忽听的一声炮响 东南北三面 都有秘密层层的诸军杀来 史燕中领着残兵向西奔走 徐达也领着火炮火箭 和长枪手追来 泰州兵马一路逃散 奔到一条小河边 又淹死了不少 史燕中带着百来个人 踏着浮尸逃过河来 这时天色已明 前面杀出一雕人马 是诸将汤河拦住去路 要他快快投降 史燕中气急 放马来战 史燕中不是汤河的对手 站了几何 勒马向城内逃去 到了泰州城边 见城上都是长字旗号 吊桥边的旗杆上 悬着十一首级 史燕中剑无路可逃 只好拔剑自杀了 徐达带领人马入城 安抚百姓 并派人到应天报街 捷报传到应天 朱元璋大喜 可是他想起自己的家乡 豪州还在吴军手中 又不免伤感起来 不久 又接到攻克豪州的捷报 朱元璋更加高兴 率领一些家住豪州的部将 动身回到古乡来 朱元璋 朱元璋既败祖墓以后 下令免了豪州祖父 又慰问当地父老 劝他们教导子弟 勤更细坐 在豪州住了五天 朱元璋回到应天 这时 淮东一带地方都被徐达攻下 徐长二将也回到应天覆灭 转眼到了治政二十六年秋天 朱元璋又和徐达 常玉春商量进攻张世成的战略 常玉春主张直去平江 先破张世成的巢穴 再回军攻去其余城池 可以不费力气 朱元璋说 你想错了 世成是范思岩起家的 湖州杭州的一般守将 都是他范思岩的伙伴 蒋义气 不怕死 如果先攻平江 胡杭守军必然来救 这就很难取胜了 朱元璋的战略是 先攻取湖州和杭州 减去张世成的羽翼 最后再攻平江 出征之前 朱元璋亲自实施 在三丁主将士们 攻进城市 不要杀人 不要抢劫 不要烧房子 不要挖掉人家祖坟 如果不听命令 要受到严厉处罚 事实以后 徐长领了二十万大军 进攻湖州去了 朱元璋又令李文忠 华云龙分别进攻杭州和嘉兴 牵涉敌人兵力 徐达大军从太湖出发 沿途击破吴军的抵抗 直到湖州三里桥扎下寨子 便下令攻城 湖州首将李博生 眼见朱兵围城 便引兵迎敌 朱镇上常玉春出马厮杀 战了几何 常玉春鞭打李博生 李博生腹痛逃走 兼臂城门 不敢出战 过了几天 探子报告徐达 张氏成派张氏信为元帅 吕真朱先为副将 领兵十万来救湖州 徐达担心两面受敌 便和常玉春商量对策 常玉春说 你负责围城 我去阻击援军 剑机行事 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徐达同意了 分出兵力十万给常玉春调剑 常玉春领兵到孤扫桥 连住十个营垒 分手要爱 张氏信等不能进城 只在城东造林屯渣 和常玉春相持 常玉春也不出战 只是刘一杰他想到 一连几次 烧了吴军许多军粮 相持了十多天 常玉春派人下战书 和张氏信约期交战 常玉春登仗发令 命康茂才领军 要到造林背后 准备劫吴军老营 命郭英 慕英领兵二万 到前面大路边埋伏 又派廖永忠去懦战 不准胜 只准备 有他追赶 到了交战那天 吴军阵中张氏信出马 这边廖永忠也摆开阵势 上前厮杀 站了一会儿 吴阵中吕真和朱仙 从两翼冲出来 廖永忠回马败走 张氏信催兵奔杀过来 追了十里路 常玉春挡住了去路 独占张氏信 吕真和朱仙加攻着廖永忠 又炸了几盒 吴军中探子来报 老营被朱军劫了 张氏信抬头一望 果然本营那个方向 烟火冲天 张氏信等人急忙回军 常玉春 廖永忠驱兵逼来 正追时 一个流星炮 钻上天空 分作两股火花落下来 只见木英在左 郭英在右 从两旁突出截杀 冲散了吴军 把张氏信围在河心 朱仙吕真拼命保着张氏信 冲出重围 逃了一阵 又遇到康茂财结债回来 拦住去路 康茂财挺腔说道 张氏信 你的老营烧了 要走哪里去 张氏信和吕朱二人失散 单其突围而走 康茂财紧追不放 张氏信便向湖中取剑 打算暗设茂财 正待扭身射发 不妨前便是个大坑 张氏信连人带马 跌降下去 朱军活捉了张氏信 吕真和朱仙见大事已去 无路可逃 只好投降 常玉春未免了他们一番 常玉春击破张氏信的援军 回到湖州三里桥 向徐达说了战况 徐达本想劝张氏信投降 见他强横不服 便下令把他杀了 这时 湖州仍未攻下 常玉春向徐达献祭 要他叫吕真去说想 吕真心想 自想立功 当下领了命令 徐达大喜 派沐英和康茂财领兵一迁 护送吕真到湖州城下 城内李博生得到消息 急上城来 问吕真到此做什么 吕真说 侍信已经身死 事成大事已去 元帅何不早日投降 博生听了 拿不定主意 吕真给他分析厉害 劝他间接而做 最终把他说动 湖州城上挂起了详记 送过详表以后 李博生迎接徐达入城 徐达一面设宴招待博生 一面派人向阴天报解 休息了几天 徐达留下二万人镇守湖州 亲率大军攻下吴锡 尽为平江 这时李文忠攻下杭州 华云龙也攻下嘉兴 分路包围了平江 张世成接连听到这些败报 十分惊慌 亲自上城巡视 只见四面八方 都是诸君旗帜 杀气腾腾的 吓得不知怎样才好 张世成定了定神 只好一心手艺 占及了二十万兵民 准备了炮弩使使 严加防守 他又把大批银子 赏给实力最强的勇圣军 要他们拼死保守平江 这勇圣军都是大道出身 非常凶悍 受命以后 各个拼死抵抗 诸君的几次猛攻 都被他们打退 攻了三个多月 仍未得手 徐达部下的 于通海杀的兴计 抢先铺城 城上史诗如语 于通海身上连众四箭 只好富商退下 徐达觉得硬攻不下 便派人在平江四周 筑起一道常围 在围上架上火冲襄阳炮 向城里轰击 平江被围了四个多月 张世成每日亲自上城巡视 可是援军不到 柴火粮食也都用完了 张世成觉得守不下去 又不愿投降 他和潘元少等人商议之后 决定突围 到了半夜 张世成收拾好细软财物 带着家眷 率领一批永胜军 悄悄地从西门出来 围困西门一带的是 长玉春军 长玉春得到消息 便领兵杰助 张世成的兵马来是很猛 厮杀好久 不分胜负 长玉春手下好几名部将被永胜军杀了 长玉春见了 对大将王毕说 你是著名猛将 何不趁此机会 杀贼立功 王毕听了 挥舞双刀 向前冲杀 张世成 张世成部下这才稍稍后退了些 长玉春趁势掩杀 把永胜军逼到沙盆坦 张世成兵马溺死了许多 张世成也落入水中 被部下救上岸来 逃回城中 张世成捡点残兵 永胜军死掉大半 他垂胸痛哭起来 正在这时 有人到府来见的 说有一条好记先生 张世成把他召进问话 那人道 大王有地千里 难免称王 如果能够爱护百姓 赏罚公平 天下不难平定 何至于到今天这种地步 张世成塌了口气说 事已过去 还说他做什么 那人道 那我们说眼前的 大王应该想一想 陈有亮 你不能再走他的老路 听说朱元璋有书来劝降 大王如果降了 比拼死要好得多 张世成想了好久 挥手对那人说 你先回去 让我仔细想一想 原来 这个人是胡州降将 李博生派来的说客 张世成想了一夜 觉得自己与朱元璋是一样的歌剧称王的豪杰 哪有向他屈膝称臣的道理 想来想去 绝计不祥 但是几次突围 都被朱军杀退 朱军攻势越来越猛 火箭神枪火冲硬弩 不住向城里轰射 城里牧师都已用光 只好拆毁民房 作为还击的炮料 又支撑了几天 朱军从封门驴门 先后攻入城里 徐达下令 不准乱杀百姓和降兵 如有生擒张世成的 赏赐黄金一千两 潘元绍等都先后投降了 张世成收集士兵两万多人 亲自到万寿寺东街督战 混战了不久 部下纷纷溃散 张世成忙逃回内城 张世成逃回宫中后 怕妻妾受辱 就把家人赶上齐云楼 然后放起火来 一家大小都烧死了 他正要上吊自杀 被赶来的朱军救下 徐达派了一些降将 和他的女婿潘元绍 来劝他投降 可是他故意闭着眼睛 全部理睬 徐达派人用船把他送到应天去 他在船上仍是闭目不语 也不见识 到了应天 朱冰把张世成抬到朱元璋面前 朱元璋劝他投降 可他依然低头闭目 不理不睬 朱元璋只好把他监禁起来 张世成后来还是成人不备 上吊自杀了 朱元璋平了东吴 改平江为苏州府 封徐达为信国公 封长玉春为恶国公 其余的将士也都论功行赏 后来又消灭了浙江的方国珍 福建的陈佑鼎 从此便集中全力 进攻统治中国北方的蒙古皇朝了 为完待续 谨请欣赏连环画 朱元璋第四季 朱元璋第四季